大家好,我是Q摸 因為Q摸今天算是壞掉了 所以我們就來拍片吧 來今天做一個教學 Q摸會在中間講一些 但這不是卡火人 這不是卡火爛系列 那我們今天就來很認真的來討論一個 這邊有個表格 Q摸先畫 不然你等我畫 我們來討論 標題會寫在上面 我沒有位置可以寫 我們來討論 新手你要買最初期的GBB 你應該要怎麼選擇 在這些牌子 絕大部分的牌子裡面 我們怎麼去選擇 Q摸列出的就是 你比較常常看到的 Q摸也曾經接觸過的 但不管是 我們指的是原廠 它就是一家廠家 是一家槍廠做出來的 而不是像例如說 有些他說 Q摸那個像R1呢 改裝套件出成槍 我們那個先擺旁邊 畢竟來說 GMP我們先擺旁邊 那我們現在講這幾大的 Q摸會從哪幾點來跟新手討論 第一 我們會從價格 效能 外觀 耐用 以及一些備用零件 跟彈匣的優缺點 我們先來討論 那當然不是要比一個高低 我們不是業運 我要打輸個 沒有 我們只是要講說 今天一個新手 你怎麼樣去挑選你的GPP 然後 你 這樣子 一個客觀的分析之後 然後你又知道自己大概是什麼型 那Q摸等一下會做一個 就像造句一樣 做個例子 舉個例子 讓大家知道 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 我有一支打光燈 會反光 所以今天就用 我上面的燈來打光 這樣子也比較不會反光 Q摸會在精進 當然 如果是有什麼問題 讓他講 好 第一 我們現在就先來講價格 我們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 價格上來說 不好意思 Q摸小超 Q摸呢 寫一個大概 那我們今天呢 要討論的部分 我們GP來說 我們講大家最通用的 我們先不要論 你今天 那有什麼怪客戚 例如說 KISS KISS就KSC有出嘛 接下來好像又要出電腔 那怎麼比 就一加油而已 這有KSC KWAL出而已 那不能比 你要來比 就是比每一家都有的 還有今天我們講的部分 是長槍 因為長槍來講 它的比價性 跟它的 一些 優缺點 會比較明顯 短槍的話 那個不一定 每個廠牌都曾經出過 好的短槍 每個廠牌也有出過 它爛的 短槍 MICLE除外 GHK也還沒出短槍 那我們就不論 所以我們現在來討論的 這個GVP 這個 這個 就是來討論 長槍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系列 就是M4 M4 RIS 有意思是 魚骨系列 那當然啦 像 有些他們可能 它不叫M4 RIS 它可能叫什麼其他 什麼MOD 什麼的 CUMO挑一個最接近的 來跟大家 談 他們差不多 也差不多 長度 我們來談 當然CUMO也沒有辦法 這支念得很詳細 很多型號都給你講 我們講一個大桿 讓你有個方向 因為這是一個理論 跟大家講一些理論的觀念 就是觀念啦 好不好 觀念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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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 那當然 我們 一些老手啊 或者是 你覺得你有自己的見解 我們當然也可以討論 拿出來 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 這當然畢竟來說 只是Q摸一個比較實際 比較個人 但是 我也覺得應該是 我盡量客觀的去評比 好 第一 我們來看到W的價格 如果以M4 有帶魚股的喔 它的價格 大概 會是落在於 大概是 一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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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多 是 格子不夠寫 格子不夠寫 我先小一點 大概落在一萬 是 一萬 二 或 三 左右 那基本上來說 是以這個價格為主 我會畫一個線 為什麼它會有一個 有一個差距 我現在跟大家解釋 因為有時候 這是他們最原始的初始價格 有時候它多一些改裝件 或者是 嗯 他們本身 會出所謂的 好 我覺得這樣不客觀 我們把這個擦掉 一萬塊你就可以買到 大衛魚股 簡單講 都是韓尼克彈甲 那KJ的部分呢 其實很出乎大家意料 KJ 事實上來說 它的售價 也是 一萬塊 齁 為什麼會講KJ KJ KJ有出過MBO 不過好小 已經要出過MBO 只不過KJ它的 呃 我們等一下再討論 最後一個一個討論 量 呃 表格是比較好討論 它的價格也大概落在一萬塊 大概落在一萬塊 齁 QMOR不會去說 這是網路最低齁 網路最高 QMOR拉個大概齁 然後再來我們的VFC部分 由於我們有毒蛇的部分 所以我們把VFC 我們是拿所謂的 鍛造部分來講 也就是它最新要出來的槍 我們拿它最新要出來的槍來講 齁 它的鍛造系列 像目前來說的話 似乎它的預售價是1999 1999 那個洞能滿厚 齁 那 齁 再次強調 這都是有漁股的 齁 接下來我們就來講KSC 也就是KWA 的GVB 齁 一樣我們是以M4 有漁股的來算的話 它現在它的牌價 大概是在 一萬 十 多少 欸 跑掉了 大概在一萬三千多左右 一萬叉叉叉 好不好 齁 可以炒一下 或是一萬四左右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GHK GHK 它的部分呢 它大概也是落在 齁 一 三 五 零 零 甚至再多 因為它接下來就要改版 齁 QMO不會演啊 就是K要改版 它改版的時間大概是七至八月份 當然大家再注意一下 或者去看官網看 不是工商 不是工商 我只是把消息帶給大家 OK 因為新手也許你用得到 記得去看他們的官網 QMO只是說一個大概 OK 再來 毒蛇 毒蛇 我在講喔 也許大家會認為毒蛇是最貴的 但是 不要搞錯 它今天也是斷照的 它的M4有待遇過的是20800 這是官方牌價 基本上來說 毒蛇的價格最無 幾乎不會變 好 那我們從價格上來說 你就可以看到 從最高 最低排到最高 QMO剛好寫個順序 好 那我大概把價格先寫下來 我們等一下再來談價格的部分 好 那我們在這邊把它畫一條先 那我們來看效能 效能 效能 我們就以 就以 嗯 就以 星星數來評 不要星星數 我們就來 評 也不要評高低嘛 對不對 我們就用星星 最高五星 最低一星 好 好 那 基本上呢 WE中規中矩 對得起它的 價格 所以它的效能 我們基本上來說 我們給它2.5個 2.5 它就是 處於平均值 我們來看KZ KZ KZX有沒有打過 不好笑 雖然說 它今天我們之後還會再講一些外觀 那用什麼 我們來談 它的企劃 說實在還蠻不錯 QMO會給它3 OK 那VFC來說呢 基本上來說 VFC鍛造 QMO有去試打過 加上 VFC它後來彈夾的一些 嗯 越來越精進 當然啦 它本身 所出的槍基頭還是塑膠的 那它還是有它 塑膠的一些密合上的先天的優勢 所以 QMO會給它 給到 大概是 四分 四分太高 差不多也是 3.5 我們今天不要跟KZ 不要說 哎呀它怎麼跟KZ一樣 不是你不能這樣掌 因為KZ它畢竟少打 冷 打人比較少 如果你真打過 你真的能夠理解它的效能 我們講的是效能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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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我們來講到KZ KZ KZ當然 這個選擇 大家不用講 直接就是給到4顆線 直接給到4顆線 好 那GHK呢 沒好小 就一些從以前到現在他們做的 的企劃 真的是沒有 沒有話講到他們的系統 但是現在他們要更新了 QMO大滿的給到4.5顆星 QMO 絕對 那給到5顆星滿 那我又不是做工商的 好 算5顆星最滿 那我們來講毒蛇 毒蛇雖然是 蛇友啦 蛇粉啦 Anyway 但是毒蛇它的效能呢 大概也只不過到3而已 為什麼會到3 有人說 啊幹 搞不好DW會比毒蛇強啊 你要搞清楚 毒蛇它今天 我可以用高磅速的瓦斯來 吹動它 驅動它 CO2彈甲 那你今天在W上面的話 效能 它光在這邊比 當然W也有CO2彈甲啊 那但是在整體上來說 效能 還是viper 會比較略生於WE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指原廠 指原廠喔 指原廠 指原廠 QMO不是偏紅 都指原廠 M4這把槍 做一個出發點 好 來 我們來講一個外觀 我們來講一個外觀 外觀來說 WE沒刻印 很正常 外觀我們也一樣 最高五顆星 最高五顆星 最低一顆 好不好 導致也其實也是這2.5吧 你把它去裝嘛 畢竟它沒刻印 KJ不用講 KJ根本也是沒有刻印 它比它更糟糕 不過我們給它2.5 它們差不多一樣 VFCQMO就可以告訴你們 這時候 幹 VFC直接給你拉五顆星 今天不是當幫VFC打廣告 不是 VFC VFC的外觀 仿真 一半 絕對沒有好想 雖然說 還是有人說 它跟曾槍有些差距 或怎麼樣 不管 我們今天QMO的玩具槍來說 它的外觀就是一半 緊繃 QMO老師在講 緊繃 真的緊繃 誰敢緊繃啊 好 KSC 基本上它的外觀呢 其實我們可以給到 3.5 為什麼會有差距 畢竟來說 它的材質 還有它一些 養己 一些做法 畢竟還是比不像我們台灣的廠家 做的那麼 有些東西可以做 畢竟KJC 雖然有人說是它台灣代工 也沒有錯啊 但是它還是必須要符合日本的法規 所以我會給它3.5 它也有可以 來我們再來GHK GHK呢 QMO是來討論它最新的 由於因為它最新 它拿到 所謂小馬的刻印 它有拿到真槍刻印 再加上它本身的作風也不差 所以呢 QMO會給它到4顆星 OK 那好吧 那因為講到最後 我們的毒蛇 那毒蛇 不好意思這樣比 簡單一點 換個黑 換個黑 找不了 這是比較好 這是科興 喔這個好多了 看到沒有 毒蛇 我們給它QMO啦 說實在的 我會給毒蛇4.5顆星 為什麼 QMO加一點小獅心 因為 毒蛇 的羊頸 羊頸 可能是所有槍裡面做的最好 那個羊頸 靠北敵 真的硬到容易嚇死你 那科興當然它也是有 沒有問題 因為畢竟來說 毒蛇 它也是 剋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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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剋製做一個指向 好嗎 我不要一直POMO好不好 對不起5顆 好不好 不要說我今天去Cable VIPER 好不好 W1 是因為它是原廠的 它不會尬 原廠的 好 我們再畫下來 畫下來 那用 那用 基本上來說 我會給 W1 老師說 我會給 W2顆 未來有進步的空間 但它進步的空間 就是很簡單 就是 你可以不斷的換零件 或者是買更強的強化刀件 但我們現在就來談的 就是 原廠出來的狀況 原廠出來的狀況 所以我會給它2顆 這個大家心智度 OK 好嗎 再來我們KJ KJ KJ的話 我真的很想要給它1.5克 給它面子 給它2顆好了 幹 為什麼 KJ 它很多材質 不只是 鋁銘與合金 很多塑膠的部分 還有點收納 然後我只是想 我那時候拿到的感覺 那也許你去買一支新的 你可以開箱 好不好 我是拿人家拿過的 然後拿來試試看 但它在整體的材質上 耐用度上 絕對其他牌子都屌打它 連WE可能跟它對敲 我看KJ的顆都有可能會少掉 OK 好 那我們直接再過 WFC的耐用 它也漸漸有在上 再加上它今天是要做鍛造槍身的 那我們當然一定會給到比較好的分數 基本上來說 QMO會認為我給到4分 OK 那KJC呢 它雖然是 美女合金 按擊鍵比較多 當然後來 它的槍管 雖然說它的槍管是 比較高硬度的鋁 或者甚至有些人說是甜的 改天QMO再細細看 但是呢 它畢竟來說 它的加工相當的細緻 但只是細緻 那你說耐不耐用呢 老實講 我得給一個 比較普通的瓶架 所以QMO呢 可能會給它來到一個3 做一個中間子 OK 那GHK 因為它那時候也已經 有所謂的 開始所謂他們號稱所謂的鍛造 當然 或者是它用更好的料子 那因為QMO 沒有GHK的想改 QMO還會好好跟大家 如果真的買了 或借到 給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那QMO會覺得 我會給GHK 它的槍的耐用 我也幾乎會給到4顆 它是4加啦 好不好 它是4- OK 接近接近 好 毒蛇 毒蛇靠 看 如果毒蛇沒有耐用5顆星 我早上去找 有誰 毒蛇能夠拚命摔 打起來 當進帳 我吸引的客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我們是來講 彈一個 把槍 它的耐用 它能夠用多久 它怎麼樣 不會壞掉 OK 毒蛇無顆星 如果有問題找我 好 再來我們的零件 我們的零件呢 我們來談 什麼叫零件 它的零件好不好換 多不多 它對應真品 或者是對應一些魚骨防品 不管什麼東西 好不好裝 我們當然也要談到 它的彈夾售價怎麼樣 我們來給它一個評價 好不好 因為我沒有格子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先來講W1 基本上呢 W1其實它一直後來 有在修訂它的工廠 說實在的 它在零件上 不管是維修上也好 還是後來的改裝品也好 我真的 我會給W1 4.5顆星 簡直快要緊繃了 因為這個東西給5顆星 沒有人5顆星的啦 為什麼 因為W1它就是 我今天就是給你一個工廠 你可以盡你所能的去 加強它 所以它贏在零件這一塊 再加強它的彈夾相當的便宜 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它有600勾 700勾 有800勾 誰的彈夾 它差的落在這個價格的 真的沒有 好不好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那我們再來看KJ KJ 我真的會給它一個很低的分數 為什麼 因為KJ 大概只能給到2 因為KJ 它基本上來說 這把槍在市面上 流通真的不夠多 而且這樣它的零件 有限已經快沒用了 再加上 它居然是用橡皮筋 不是彈紅 橡皮筋 來讓它的槍機附近 有玩過的 有看多人就知道 我講什麼意思 也就是等於 它的零件部分 不只不好找 又可能 經過一段時間 壞了 那你又沒有辦法做白皮筋 所以我會給它很低的分數 OK 那VFC呢 基本上VFC也有它自己的零件 也 它自己也有出很多的 它的 例如說你換哪裡啊 我可以給你換啊 然後再加上它對應其它的 一些真品啊 防品等等的 它的對應功差也是相當不錯 再加上它又出鍛造 所以QMOL會給它 給到3.5顆星 3.5顆星 好 那再來 我們後來 我們來講KSC KSC 基本上來說呢 喔 我忘記講了 VFC它的彈夾 大概是都落在1200左右 1200左右 它的價格大概是 CDR給1000左右 不過大家還要再去看一下 因為它的生氣彈夾大概是1000的 如果我沒記錯 因為我有殺一顆 被我砍掉了 就是拿出來分解的 好那之後的話 我改天再講 KSC的部分呢 我們先得講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冠軍 他是亞軍 為什麼 因為KSC的彈夾大概要1000 從1400到1600 1000多塊錢 也就是等於是 你今天 你只要KSC的彈夾E3 你買5顆彈夾的破歸裂琴 5顆彈夾 5顆彈夾 5顆彈夾差不多就是你一把槍的價錢 再加上 因為KSC 它畢竟來說 日本的尺寸 有時候啦 這是有人講的 有時候鎖起來會鬆鬆的 那現在狀況怎麼樣 QMO不知道 但是 KSC的料件 難叫 不好修 這也是公認的 OK 這也是公認 所以QMO呢 給KSC 給到3顆星 不好意思 鄉下 我們再來談到GHK GHK不管在上任何的一些鳥具 魚骨等等 它基本上說OK 因為它在早期 它在推GHK M4這個系列的時候 它就是以一個 我給你一個狂體 你其他你可以隨便配 你自己想辦法 還是 我有專門配合的廠商 你也可以配 配到你喜歡 一個槽槍 一個槽到不行不行 不要不要的 GHK 所以呢 再加上它的後勤 也不錯 那我們這邊呢 會給到4顆星 OK 好嗎 那我們來講到毒蛇 毒蛇基本上來說 它的材身一定是沒有問題 那 但在零件部分 我們得講 毒蛇 只要是有玩毒蛇的人 就知道 毒蛇在維修方面 基本上既回廠 一定 好好的給你回來 一定給你悠悠的回來 那當然 有些人真的住比較偏遠的 那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 你可能要選別人家送 但是 毒蛇的送修服務 是真的沒有話講 因為QMO也許敢面有機會 會拍一下毒蛇他們是怎麼維修的 真的 這一點QMO我敢天會專門來講 這件事情 但是 我們來講彈夾 GHK的彈夾大概露在1380塊 它也是抵押給 但是 或者是1400多 但他們那時候展昌有說 由於要出新一代的 所謂的 他們會講 我講過了 叫 起來這裡 VR2 也就是等於 他們的Envo要做一個升級版 不只是飛機 槍機 跟彈夾 他們要做一個升級版 所以他們彈夾會長這樣 也就是大概長到1400多 或1500多 QMO有點忘記 不過大家 不要太在意 好不好 講個大幹 所以會比他原本現在的彈夾還要高一點 他們也在會場也有講 笑人也是真的不錯 QMO也不符合 那彈 我們現在就來講 毒蛇 毒蛇早期的彈夾一顆1200 現在他一顆最新的彈夾還多少 千八塊 1800塊 1800塊 我現在不是給他1800塊一個顆星 他都怕了 QMO也不是故意說一定要這樣講 而是你熔登彈夾冠軍王 1800塊的原廠彈夾 當然他有他的好處在 但是這個價格的確讓很多人 很多人是很難以下驗的 所以呢 QMO在這邊呢 就會把毒蛇的分數就會拉得下來 大概會拉到3.5左右 喔沒有 3吧 那低一點 就差不多 比KJ好一點 比BBC還要來糟糕 真的 BBC也不糟糕啦 所以就是 好吧 QMO也給點私心好不好 等一下給我點私心 OK 好 我們等一下談在這裡 好 那 最後一個 其他 那QMO為什麼要講其他呢 其他就是指 這一間艙場他們的特色 來說 他的其他可以得到多少分 他的其他可以得到多少分 這是QMO的個人主觀 如果今天比WE來說 他的扣充心那麼的高 但 對 對 QMO來說呢 他 畢竟QMO已經 玩的東西比較不一樣 所以QMO可能會給WE 不要 不要 要評比啦 評這個就有點過分了 我們把它擦去掉 不要 擦掉 好 好 耶 接到環節 我們可以幫你們看 好 QMO講了那麼多了 你看 都有一些 有的沒有的 大家都有看 大概都大概介紹 那 QMO現在就直接講 打一個比方 好 QMO是一個行種 那 QMO呢 假設 QMO是一個 口袋 我把它擦掉 我在這邊 這樣 我們這邊下面 我留一個空間 好不好 留一個空間 那QMO寫 QMO 口袋 大概 一萬塊 左右的 預算 我們為什麼把 錢放在第一位 因為你得把 預算放在第一位 預算放在第一位 我現在口袋一萬塊錢 那 簡單啊 那你就只能挑 這兩把 或者是 你再多存一點 挑這一把 假設你只有這麼多錢 你的預算只有這麼多 那你挑了 當然就不夠啊 那 你看 你現在有得選 就是 QMO一定建議 你應該去買 W1的 畢竟他的後勤多 KJ的幾乎換 口袋 除非你今天有品牌營心 好 是第一點 那如果QMO今天假設 QMO 把錢 把錢畫上一個問號 也就是指 我的預算 不那麼重要的時候 是你的喜好的時候 那又剛好這幾把槍 他們都長得幾乎都差不多 那我又沒有品牌迷思 大家最想問這個 我沒有品牌迷思啊 不見得說一定要哪一間啊 那他們都M4 我就是喜歡M4槍型 那錢嘛 我可以存 那我現在就是覺得 哪一把到底比較好 大家最想要聽的就是這個 那QMO 就得從 你到底想要的是什麼 來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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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個比方 如果今天你希望你的槍 超級漂亮 超級漂亮 看起來像藝術品 打開來裡面的操作幾乎都是 哇 你看這個 這個極彩啦 哇 你看這個槍擊 哇 超級漂亮 好漂亮 好漂亮 那還用講 威爾夫妻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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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再換個比方來說 我今天就是想要 告訴大家 人只要有心 我們也可以把槍調整得很好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技巧 用其他的工具 例如說 波頭啦 鐵不吸爐啊 什麼的 我們就要把槍調整得棒棒的 可以遠遠打得你不要不要的 那 你還用等什麼 那就是W啦 它就是你最佳的實驗譜 大家記得 我講的都是新手 這是你的第一把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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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那好了 像有些人就說 啊Qmo 啊我就是 很喜歡往前跑啊 然後衝衝衝衝衝衝衝 啊跌倒啊 槍想拿起來給它丟出去的那種 那你等什麼 毒蛇等你 毒蛇等你 你口袋夠深 毒蛇等你 好嗎 啊 有些人就跟我說 Qmo 我覺得齁 我覺得齁 我應該 我也很想跑啦 那我應該不會摔槍啦 那但是齁 我希望我的槍齁 效能齁 就是 我不用像 我不用去花很多行李 但是我希望它的效能要達到 達到 我就是希望 打直直的 哇好棒 好讚喔 那 GHK 跟KSC 就是你的首選 就是你的首選 當然Qmo會比較推薦GHK 畢竟來說 它的改反次數一定比KSC來得多 也就是縱觀以下 Qmo插掉哈 不好意思哈 好的 不好意思啊 Q碗一盡啦 所以就是 有時候大家 等我一下寫個字 好 假設 你今天 是 一個玩家 你所有的出發點 都是 看計算 錢 都是錢 Qmo給你的最好的建議 那請你從導力一下 OK 好 第二點 如果今天 你是 追求外觀 帥氣度 你的槍 就是 你有對刻印 甚至仿真的 一種追求感 外觀 我喜歡 好嗎 那 就是VLC 一定是你的二手選 各位新手 你的第一把槍 一定要挑到你自己最 喜歡 最愛 因為這是你的第一把槍 你最愛的愛槍 所以 希望你的第一把槍 會最合你的胃口 所以Q碗來排毒片 OK 再來 如果今天 你是所謂的 下場派 或者是 下場派分兩種 我們現在來講第一種 準 準啊 我就是要準啊 好 準 準 準 笑得很好 企劃優 GHK AZC 也就是 KATO 等著你 這兩個家 我等著你 好不好 看你咬一個一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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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怕 我知道 應該好 聽說 你